各位 請我們相關部位 我很尊重大家 但是請大家不用說 再還沒有邀請的時候 你就上台可以嗎 你可以給院長打 小APAS 你可以給院長資訊 但是由院長來打尋 這樣可以嗎 不一定 不一定 這個是立法 這個是立法院 你在背尋 我在質詢 什麼還有不一定 在公投的這段時間 我想絕對也會有很多的消息 不天蓋地 那很多我們之前都講說 過去很多假消息 對 您講得太好了 我們就是要防止假消息介入 我們可不可以請教哪一個部會 前年不對後語 玩假消息的是哪一個部會 如果說發現假消息 我們要怎麼樣處理 像朱立倫就過去在新北市議會 講的跟現在講的都不一樣 先不用 你看 部長 院長我常問你 A你就喜歡答B 而且太政治了 我們不要那麼政治 你是要限制我的言論內容嗎 院長我們來請教哪一個部會 如果說假消息發生的時候 第一時間要去處理 是哪一個部會的主責 這個要看內容 內容跟公投相關 如果說現在 如果是屬於處罰 檢察官罷了 來 部長 院長 我再跟你請教 假消息的定義 是不是就說 如果說明明他不是這個意思 我刻意栽贓扭曲抹黑 把假的話扣在別人的帽子上 這算是假消息 這個不是你在假設前提 這不容易定論 但是 我們有法定程序 法定全責責機關 部長 如果說今天看到一個假消息 那我們也知道來源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馬上來就辦 假消息就是假、惡、害 這三個要件 這最主要 OK 那還有說扭曲別人的話 那這個會移送到法院 讓法院去採訪 好那是要檢舉制 還是我們主動生產 你也可以檢舉 那有必要 我們相關機關也可以 太好了 來我們看一下這次的公投 國民黨其中有一個版本 是 這個反萊豬的公投 您是否同意 政府因全面禁止進口 含有萊克多班之以形受體素 株枝之肉品內臟及相關產製品 院長、部長 沒有問題嗎 這是國民黨所提出來的動投版本 對不對 我對具體詳細的 這個我沒有請測公 現在是對一個 不過現在有四個案我是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這個案 不知道啦 是 有一個就是萊豬的案 有啦 萊豬的案就是這樣 有沒有寫到國籍 你說什麼 國籍 多一個國家 有沒有寫到來源 所以你現在是要講怎麼樣 沒有本席只要先確認 院長我請教您 有沒有這個案子裡面有沒有寫到國籍 來源 產地 朱立倫就是去 山球的場就講 他挺萊豬進口 就是讓國人吃毒豬肉 這個就朱立倫講的啊 沒關係 你不用這樣子 是朱立倫講的啊 對黨補習啊 本席現在劇名的檢舉 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劇名的檢舉喔 剛剛的公投裡面從來沒有寫到國籍來源產地 只有寫說 反對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 但是 我們蔡文總統怎麼講 他說是反美豬公投 委員你自己很清楚 你們都已經講清楚 這是美豬的 你們很多人都講的 他是反萊豬公投 哇 部長 他這樣沒意思啊 他是反萊豬公投 你可以去檢舉 但是這樣沒意思 你們不是玩 我笑出一個砍霸 我就可以告訴大家說 什麼 我們國民黨自始之中主張一致 這是去年本席所製作的砍霸 這一些貼紙都是每天我們到立法院的時候量體溫的貼紙 下班離開的時候本席辦公室的同樣貼在上面 所以你看一下這是一個有歷史的貼紙 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都主張是什麼 你們要閃躲啦 你們是反美豬很清楚的講過嘛 反萊豬 所以不要不要這樣拗啦 這樣拗沒意思啦 所以 現在看起來 這算不算假消息 閃避了對不對 這算不算假消息 不必要這樣拗啦 我現在說 來我們看下一張 這你們就講清楚是美豬的嘛 我們看下一張 那現在 國內同胞看清楚 反美豬公投 明明是反萊豬公投 硬要扣人家帽子 寫反美豬公投 這算不算假消息 算不算假消息 不要說算不算假消息 是誰在硬拗 你這個執行 你這個執行 誰在硬拗 身就在扭曲嘛 誰在硬拗 誰在扭曲 你在扭曲嘛 而且還講是毒豬肉 是你們講 好 謝謝 部長跟 兩位部長可以請回 我們繼續再跟蘇院長來救教下個議題 閃躲了 部長 欸 院長 本席從來沒有閃躲 不是院長啦 本席更希望的是 您可以利用本席30分鐘的時間 開城布公 讓全國國人看到 我們行政院的態度 但是剛剛就講 明明人家提案是反萊豬 硬要扣人家變反美豬 從頭到尾 國民黨沒有擋過美豬 美豬什麼時候開放的 馬政府時代開放的 只是那時候的美豬進來 是不含萊克多巴胺豬肉 現在是民進黨政府在今年1月1號 開放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 而不只美國有用萊克多巴胺 包括其他國家也有用萊克多巴胺 也都可以因為今年1月1號的這個開放 全部都進口 這就是民進黨 四大公投即將在12月18開始來 欸 正式投票啦 日前蔡英文總統也以民進黨主席的身份 下達軍令狀 請教 您跟蔡總統的態度會是一致的嗎 我們呼籲全體國人都投四個反對 讓台灣更有力 好 所以你的態度是一致啊 這代表是政府的態度還是民進黨的態度 不但是對台灣最有力也是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一致 好 來 您既然講說這個是政府的態度也是民進黨的態度 那這樣子接下來民進黨說要舉辦三百場的下鄉說明會喔 也說預計會由蔡總統 賴副總統跟行政院長蘇貞昌 共同領軍帶領去下鄉 那請教 這樣會不會讓外界覺得說一黨領政政黨不分 政黨國不分 我想大家清清楚楚就是選舉是選人 公投是對政策的意見表示 而政策是政府的政策 但是這三百場的說明會是政府主辦還是民進黨主辦 政府是公投的當事人是法定的反方 沒有錯啊 政方在我們的選辦法規定很清楚 公投政方是行政院 但是現在本席好奇也是 全國民眾關注的部分是法定的反方 是嘛 全國人民關注的事您剛也提到了嘛 就說政黨現在是黨跟政府都是一致的 那三百場的說明會預算誰出 政府出還是政黨出 政黨辦的活動當然政黨出 政黨出 但是你們又是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 那出席政黨辦的活動 相關部會首長也會去嗎 政務官為政策辯護理所當然 也是民主政治應該做的事 本席早就料到您會這樣講啦 就說政務官就是要為政策負責嘛 所以政務官也會去嘛 是不是 那會不會有上下班時間 政務官為政策辯護 尤其是公投 那政府是當事人 要為政策進行說明 是啦 院長上午已經很多民進黨的委員 給您時間來做內宣了啦 現在我們要請教比較直球的對決啦 我們請教是說 部會首長政務官參加政黨所主辦的活動 要不要請假 這個不是選舉 這是公投 不是選舉嘛 您剛剛一直 沒關係 主委 還沒有請你回答 我現在跟蘇院長請假 沒有錯 但是我現在請教的是蘇院長 蘇院長 我們現在在講是說民進黨舉辦的活動 政務官不請假也可以 是不是 委員 看看你們自己通過的公投法 院長 不用這樣子來扣 又要反質詢 院長 我知道你反質詢功力很強 但是重點還是 本席現在在質詢 想請教 政務官參加政黨辦的活動 政務官參加政黨辦的活動 要不要請假 我說明一下 委員 就是說這個四個公投 年底這四個公投 是對於國家重大政策的 這我們都很了解 沒關係 主委 不用佔用我的時間 再來 好 主委 不用佔用本席 來 主席 正夠制止一下 主席 時間能不能暫停 現在本席沒有請教主委 是不是可以時間暫停 一個公投案的當事人 好 我們 先暫停可以嗎 議事人員 時間請先暫停 我想繼續執行 但是我們還是要 來 主委 本席沒有請您 麻煩您先回座 來 院長 院長 既然剛剛有提到喔 政黨的活動 那您也提了 你說政務官去參加不一定要請假 因為你要考清楚 這個不是選舉 是啦 不是選舉 是公投 大家都知道 來 再來 那請教這三百場的 這三百場的說明會 會不會用到政府的預算 剛剛我已經說明 如果是政府辦的活動 那政府的預算 如果是政黨辦的活動 政黨之戶 跟比如說明會不會提供